本周嘛,他是世界最佳前锋,谁怀疑他,就是在怀疑足球。 他这个赛季可以完成15例连赛进球,甚至更多。 是的,这也是我的目标,在接受半英体育的采访时,老尔德托马斯,表达了对本泽马的欣赏,并谈到了自己的赛季目标。 本罗宁扎和塔菲,RDT德托马斯秘称,打进本赛季的第10例连赛进球,在西甲胜手榜上,他已经折平了本泽马,或许等到下赛季,他就会重返黄马,并与本泽马一起催生拔战。 德托马斯现年24岁的德托马斯,住生于西班牙的马德里,他的父亲是西班牙人,上世纪八十、九十年代,曾在西乙比林塞提过,母亲是多米尼加人,现黄马替补中风马里亚诺,也有一半多米尼加血统。 从小,德托马斯就喜欢和小伙伴在帕拉公园一起踢球,而他的父母,则在巴拉哈斯经营一所假校。 德托马斯差不多五岁的时候,RDT就进入了圣罗克足球学校,而经过两年的全联后,德托马斯开始展露头角,并得到了黄马的视讯通知,那里时常会有黄马的球坛出没。 后,在我参加完圣罗克和阿拉米达的比赛后,一名黄马球坛找到了我的父亲,并邀请我参加视讯。 那个时候我才七岁,我父亲兴致勃勃地跑来跟我说,儿子,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事,黄马邀请你去踢一圈锦标赛。 随后,我就收到了一份通知,并进入儿童B队,德托马斯来。 到拉法布里卡黄马清训宁后,德托马斯被安排在省塞巴斯的安德洛斯雷耶斯,黄马足球场所在地训练。 令他感到惊喜的是,每天的训练装备,都会有真人负责清洗和摆放,他不用再像以前那样,把弄脏地衣服带回家清理。 有意思的是,德托马斯的父亲,是巴列卡诺的球迷,还长期持有俱乐部的计票。 虽然德托马斯也在现场看过闪电巴列卡诺的昵称的比赛,但他最喜欢的球队,一直都是黄马。 德托马斯重来到黄马的第一天起,德托马斯就要面临着激烈的竞争,为了避免被淘汰,他只能要求自己做到极致。 每一年,我都会看到有十名球员被清理离队,又会有十名新球员到来。 我当时就想,我也可能被甄别,于是,我就尽可能地去完善自我。 当你置身于那样的环境时,你的想法就会改变。 德托马斯而在这个过程中,他还得可服一个问题,那就是孤独按照俱乐部的要求,他要过上寄宿生活。 对我来说,这其实是一次绝佳的成长机会,我开始变得成熟,并不断地进步。 很多孩子其实都有过这样的经历,我当时真的非常的孤独,除了训练就是训练。 值得尽兴的是,德托马斯通过了层层考验,并与2014年代时任主帅安倩落地提拔进一线队。 为了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,德托马斯曾鲁士维克尔多瓦和巴拉多利的效力,而到了。 上赛季,他又以诸借身份加盟巴列卡洛。 如一份球探报告所描述的那样,德托马斯就是一名纯粹的前锋,他的眼里只有对手的球门。 在上赛季的西野联赛中,RDT一共打进了24例进球,仅次于海梅马塔。 赛季结束后,他就被黄马召回,并续约至2023年。 德托马斯遗憾的是,德托马斯并没有得到十人主帅洛佩特吉的青睐,为了寻求稳定的出场机会,他就再次加盟巴列卡洛。 在主帅米歇尔的挥下,德托马斯想由无限开火拳,而受到重用的RDT,也用出色的表现,回馈了主帅的信任到目前为止。 德托马斯已在22场联赛中打击实力进球,在射手榜上,他追平了黄马的主力中锋本泽马。 德托马斯很显然,德托马斯希望拼上黄马的白色战袍,但他也不会拒绝任何的可能性,我唯一可以告诉你们的是,在赛季结束后,我就会重回黄马。 因为我和球队还有合同,我必须得尊重。 而等我回到黄马之后,再看看会发生什么。 感谢观看